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农药残留的时候 就发现四季豆往往都是怎么样 农药残留非常高的蔬菜 因为其实它栽种的时候 是一个连续性的栽种方式 那它农药会喷在 我们吃的这个豆豆上面 所以相对可能 这边已经成熟了 可是后面还没有成熟再喷农药 就会变成空气中弥漫着农药 所以相对会增加 它农药残留的风险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阴烟废食 想说农药多就不敢吃它 因为毕竟它对于我们的身体 有很多的止化素 所以今天要来教大家 如何清洗四季豆的农药 那给大家一个方法 就是说我们可以用洗澡水的温度 来泡这个四季豆 四季豆不是有一条吗 我们先用水把它冲干净 冲完以后就泡到温开水 洗澡水的温度 因为洗澡水的温度 大概40度 我们不会把自己给烫死 我们用这个温的温度 就把这个四季豆放进来 让这个农药可以藉由温开水的部分 释放出来 大概泡10到20分钟以后 再把它拿起来 我们再把四季豆不是有一个地头 我们再把那个丝 该再给它撕开来 然后再接下来 可以再泡个10到20分钟 相对这样的农药 就可以让我们很安心地 就是放心地吃到少农药的 一个四季豆的一个烹饪的方法 当然像今天K系老师他有介绍 就是说四季豆就是如何煮 加了一点水 因为这样子可以增加四季豆的甜味 或者是像我们在家里 有时候就是水滚 就把四季豆汆烫 这样也是去除农药 也是去除四季豆里头 脂酸的一个东西 因为脂酸会影响到四季豆铁的吸收 两个方法对于解决农药 都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方式 你也看了一些东西 天干什么 我去吃了 就把三个月 就把三个月 我去吃了